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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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大家好 又是無論去到哪裡都會介紹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現在就在沖繩名護市的海邊 有一個很美的植羊 最適合就是試試這隻 沖繩特產海葡萄雪糕 大家都知道海葡萄是沖繩最有名的食品 將它變成雪糕 不會是怎樣呢 海葡萄雪糕裡面是這樣的 他說是用了沖繩地產的牛奶 孤島的鹽 還有當然是沖繩產的海葡萄 這個就是350元 其實在很多沖繩的沖繩 小店都可以買的 先試試看 很香奶味 雜誌吃不到海葡萄味 但實際上是海葡萄味 終於看到了 看到海葡萄了 一點仔 你當它是牛奶雪糕這樣吃 最重要的是 只是放在這個碗裡 寫得明海葡萄和海葡萄 是放上去的行李 其實當它是牛奶雪糕這樣吃就可以了 但我想重點介紹的是這條 這條真的 這條 它不是一般的椒 它是倒椒 是這個出產的椒 然後將它變成一條 凍薑養的椒 這條椒 其實好像冰糖葫蘆 100日圓 真的 聽到這道聲 喂 這條椒真的是驚喜 這條椒真棒 沒有人喜歡的椒味 沒有人喜歡的椒味 沒有人喜歡的質感 你家裡也做到這個效果 然後如果大家說 我來不到沖繩買這條椒 我借回家一條 熱到爆炸的時候 吃這條椒 真是不能撐 我們我可以看見 你來不小心 這條椒 Essentially,我們會見 不可以看見